哈喽大家好,我是朱老师 今天要介绍三个好朋友给大家认识 而这三个好朋友对你们来讲一定并不陌生 因为你们一定在作文里面有看过他们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他们就是 的 的 和的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三个字看起来明明不一样 可是读起来却是一样的呢? 听起来也差不多一样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就由朱老师来讲解给大家听 的的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大家准备好了没? 我们要开始咯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朱老师为什么在的的的三个字上面都放上一个EV呢? 原因是因为这三个字就好像EV一样 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他们 你就会觉得 诶,这三个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就好像EV一样对吗? 可是EV呢,其实也有不同的EV啊 因为它会EV一样的不一样的Pokemon 不同的神奇宝可梦 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朱老师一起学一学 的的的的这三个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它们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的吧 这个的呢,我们通常把它refer成白勺的的的 OK,那为什么叫做白勺的? 因为呢,左边的这个部分念白 然后右边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勺子的勺 OK,那可能有些同学会在这边想 勺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OK,勺子呢,其实就是那个英文说的雷的 OK,那个拿来scoop soup的那个很深的那个汤匙 OK,那个叫做勺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例子 我们几时会用到的这个字呢? 当我们看到我的好朋友 小明的书包 瓦兰的天空 大大的眼睛 OK,这里老师给了大家四个例子 那我要你们想一想 这里的的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它在不同情况呢,会有不同的用法 OK,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那个用法好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的好朋友 小明的书包 瓦兰的天空 大大的眼睛 OK,的的后面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名词 OK,所谓的名词就是nouse OK,也就是可以是个人 或者一个东西 那这里,好朋友是个人 书包、天空和眼睛都是东西来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子好了 我的好朋友还有小明的书包 这里的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的呢 好朋友是谁的? OK,是我的 那书包又是谁的? 是小明的,对吗? 所以这里的呢 就是有英文的atrosophy as的意思 OK,好像my friend 所以那个friend belongs to me 然后呢,小明的书包 so who does the best belong to? it belongs to小明,对吗? 所以呢,这里就是小明的书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瓦兰的天空跟大大的眼睛 这里很明显的 天空应该不是belong to瓦兰的,对吗? OK,这里瓦兰其实是用来形容 那个天空的 而大大的眼睛呢 我们就用大大来形容眼睛 所以呢,天空和眼睛前面的部分 就是adjective OK,我们的形容词 那这里呢 adjective也就是一种description OK,用来形容那个后面的东西的 所以看了这些例子后 你们是不是对这个的字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的吧 OK,这个的呢 有另外一个读音也就是d OK,左边有个土地的土 然后右边有个 我也是这样的也 那我们几时要用这个的呢? 现在就由老师来给大家一些例子 然后你们再动动脑筋想一想吧 OK,我们可以用 认真的思考 用心的写字 生气的吵架 还有呢 惭愧的道歉 这里老师给了大家四个例子 OK,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d字的前面呢 通常都是形容词 OK,adjective OK,比如说 认真就是用来形容你怎么思考的 OK,你思考的很认真 然后呢 用心又是用来形容你怎么写字 你很用心的写字 那生气呢 也是用来形容你怎么吵架 你很生气 所以生气的吵架 还有 惭愧 也是用来形容你怎么向别人道歉 那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呢 d字后面的思考啊 写字 吵架 还有那个道歉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 没错 这些都是动词 都是verb 都是action来的 都是用来形容action 看完了这个d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个的 OK 那这个d呢 那另外一个读音也就是d 得到了什么的d 那这个d呢 呃 左边是双人旁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几时会用到d吧 好吧 这里的例子有 跑得快 跳得高 玩得不亦乐乎 吃得津津有味 OK 这四个例子 你们发现了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d的前面呢 跑啊跳啊玩啊吃 其实都是动词来的 都是action来的 这个d的后面呢 都是一些什么字来的 OK 这个d字的后面呢 通常都是形容词 用来形容他跑得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人呢 跑得快 OK 我们看看这个人他跳 他跳得怎么样呢 OK 他跳得高 所以是形容他跳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亦乐乎 是用来形容他玩得怎么样 还有呢 津津有味也是用来形容 那个人吃得怎么样 所以大家明白了d跟d的分别吗 老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你们有没有发现d的前面是description 后面是action 然后d的前面是action 后面是description 所以呢 为了分辨这个d还有d的话 其实老师用的方法是 你只要记得 你只要记得大d 为什么记得大d呢 OK 因为d stands for description a stands for action 所以大d的话你就知道 哦 那你就记得 代表description的d是在d的前面 而代表action的a是在d的后面 所以大d呢 你就会记得descriptiond action OK 那当然d的话呢 就是opposite 所以你就记得 d是action d然后description 可以吗 so far so good 老师今天呢 教会了大家 d d 还有d 所以现在就来考一考大家好了 这里我写了一个很短很短的故事 那你们读一读这个故事 然后再想一想 到底要在横线里面填哪一个d吧 OK 我的好朋友是个顽皮的孩子 休息时间的铃声一响起 他就散步并做两步的跑出课室 结果他在走廊上撞到了一位老师 被他骂得狗血领头 请你们大家pause一下这个video 想一想到底要用哪一个的 想完了之后呢 你们再按play来检查自己的答案 OK OK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想好了答案 那现在就由朱老师来揭晓答案好了 我的好朋友是个顽皮的孩子 这里 好朋友belongs to me 对吗 所以这里的的应该是白勺的 接下来我的好朋友是个顽皮的孩子 顽皮是用来形容孩子的 所以这里的的呢 也应该是一样的白勺的的 OK 休息时间的铃声一响起 这里的铃声是belong to什么时候的呢 OK 它是belong to休息时间的 所以呢 这里也是用白勺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看三步并做两步的跑出课室 OK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三步并做两步 那三步并做两步其实是个description 对吗 是d 后面的这个部分跑是个action 所以action是a 所以这个有一个da是大 记得老师之前教过你们的方法吗 大地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土还有一个野的这个地 那最后一个部分 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骂是一个action 然后呢 后面狗血淋头就是形容被骂得很惨的意思 OK 骂得怎么样骂得很惨 所以这里呢 就是 所以这里是个description 你前面有个action 后面有个description 所以这里呢 应该是双人旁的的 你们答对了几个呢 你们想不想再挑战高难度呢 这里老师有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故事吧 下课的时候 小明用书本打小文 小文痛得大叫了起来 之后他立刻跑去找老师向他告状 小文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老师 老师骂了小明后 小明惭愧地低下头和小文道切 那一样的老师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想完了答案之后呢 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OK 揭晓答案的时间到 下课的时候 下课是用来形容时候的 所以这里的的呢 很直接的就是白晓得的的 那接下来这个痛得大叫了起来 可能比较tricky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来看看痛 痛是一种feeling对吗 不算是一个action 它也不算是description 可是呢 我们看看后面的部分 大叫了起来 大叫了起来很明显的 一定是在describe前面的那个痛 它痛得怎么样 它痛得大叫了起来 所以呢 后面有个d的话 这个应该是双人旁的的 OK 第三题 把事情的经过 可以 事情的经过 经过是属于事情的 所以这里是白晓得的的 然后151时的告诉老师 可以151时是一个description 那告诉呢 是一个action 所以这里da 我们又看到了大 所以大地 这里应该是土还有野的这个地 最后一题 惭愧的低下头 惭愧呢 是一个description 对吗 低下头是一个action 所以一样的 大地 所以这里应该是土跟野 你们又答对了几题呢 如果做了这么多题目过后 你只有一两个错的话 那就代表着 你应该差不多了解了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能可以再回去看看老师之前给的一些例子 或者呢 可以在comments的部分 问老师一些问题 老师一定会尽量回答你 回答到底明白为止 那今天的课 老师就说到这里好了 那dadada show down complete ok 你学会了dadada的不同用法了吗 谢谢大家这么用心的聆听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不要忘了可以like这个video 或者subscribe ok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